同时这一名78岁的詹秀之女士 她三名子女从小就不良渔行 卧床坐轮椅 她靠着捡这个资源回收 辛苦照顾儿女50多年 刷市基金会今年得知之后 就安排到宅服务 这一天更邀请了歌手林乔安 现场演唱《阿布威旭》 詹女士感动落泪 林乔安还帮忙擦拭两名子女的手脚 希望呼吁各界岁末年终 送暖给弱势家庭 用我一一箱手 歌手林乔安送上《阿布威旭》 温暖的歌声立即感染现场 也让一路照顾三名身障子女的 詹秀之女士感动落泪 妈妈和我们妹妹都在睡合 所以我一生就说 都妈妈在抱起抱 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那也可以就是借用 今天除了说借用歌声 也安排到宅服务 这天林乔安也特地前来探视 希望为他们加油打气 回收啦 还有一些 一些社会 现在的人很爱心 都会拿东西 还会帮助 不知道 发展好优势到现在 我再谢谢今天阿佑妈妈 一起愿意出来这位现身所法 因为其实阿佑妈妈 其实一开始她很低调 也希望说不用 不用 不要来这个家里面 那其实也听说是妈妈 妹妹 妹妹知道说 林乔要来到现场 还鼓励妈妈说 好啦 我们就来参与这个活动 一起来呼吁这个社会的爱心 那我想也希望大家 我们真的能够伸出援手 泡脚很舒服喔 林乔安还分别帮忙擦拭 两名子女的手脚 希望詹女士稍稍休息 也呼吁各界 岁末年中送暖给弱势家庭 让守护在植物人身边的家属 感受年节的爱与温暖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